不是 你有病啊 我给你涨工资你咋还不乐意呢 不是 你凭啥给我涨工资 你得给我个理由啊 行 要理由是吧 你刚才打电话我都听着了 是不是房主要给你涨房主 你说你一个小姑娘 跟我这上班挺不容易的 又要交房主 又要打工挣钱 我也理解你 我也是从你那时候过来的 我就和你绑上绑上你 嗯 什么要给我涨房主 谁要给你涨房主 我看你平时对我挺好的 这么大年纪了 也挺不容易的 还在这拼搏奋斗呢 我就让我爸别给你涨了 你 你爸 不是 这房子你家的啊 啊 对啊 这个 还有对面那里啊 还有那个 都我家的啊 不是 那你家这么有钱 不是 你怕我是上啥班啊 收着你的房租 挣着你的工资 双赢啊 对不 我 我操 小方 你给我站起来 怎么了 我来打 刚刚王总打电话 说在楼下碰到你 像跟你谈项目 你理都没理 有这事吗 有啊 有项目你不谈 怎么想的啊 我怕迟到了啊 那你谈个项目 迟到了又能怎么样呢 迟到了就会扣工资啊 公司重要还是项目重要啊 当然是扣工资重要啊 你能不能把格局打开 这个项目要是谈成了 你得挣多少钱啊 那挣多少钱不都是你的吗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啊 那不是你也有提成吗 就扣一点点工资 你会在乎吗 不会啊 而且万一没谈成 你就不能分别谈成的目的去谈吗 我是说你很苦啊 如果没谈成 我又没提成 又被扣了工资的 所以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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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我刚刚在楼上捡 捡 捡钱了 八百 八万 这 这你得上交啊 这 这样子 你把钱交给我 我帮你上交 我出一千块钱 我出两千 三千 支付宝到账 一万元 你行你来 把钱给我吧 真把碗子 你的伞机 不是你有病啊 那顾客你都会得罪了 你赶紧给你配条件 说你错了 你错了 什么玩意儿你错了 是我错了 我老板说他错了 不是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 老板这么说顾客不好吧 我让你说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 什么玩意儿 你们要干啥呀 不是我说你咋这么笨呢 你滚 老板让你滚 行就行 你们得行啊 老板你把顾客都气跑了 咋扔呢 我真的我都要气死了 你以后别来了行吗 我老板说你以后别来了 你咋的了老板 我要被气死了 你看你给我们老板气呀 哈哈哈哈 老板 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 先说 你先答应我 就行你先说 预资一下下个月工资 不行绝对不可能 我有事 你能有什么事 嗯 我做个手术 你怎么了 小手术 那行我跟财务说一声 好 什么手术 嗯 人体副组织集体切除手术 提起来好严重啊 你那点工资够吗 嗯够了够了 不行不行 咱俩都关系了 我得给你再转一点 不用老板 转过去了 嗯 那行吧 谢谢啊 哎呦 你的手术具体是 是哪的 剪个头发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老板 我包下的钱 好像少了几百 我就几百嘛 下次再给你了 我是怕您作账太麻烦 我不怕啊 老板 你还现在给我吧 你很急 不是我急 这个钱是我跟朋友借的 那是你朋友急咯 你让他来要啊 人家好心借钱 还要让他自己来要啊 借给谁的啊 借给我了呀 你借点李黄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小神 这个喉咙怎么少打几个字啊 不就几个字吗 下次再补给你 你不怕客户跑了呀 我不怕 赶紧的 把这几个字补上去 你很急 不是我急 是客户急 那是客户急咯 你叫他爱补啊 人家客户付了钱 还要客户自己来补啊 给谁呢 是我来呀 是你的你来呀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老板 我有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当然是好消息啦 好消息就是没有坏消息 那坏消息呢 坏消息就是没有好消息 我玩的在这儿 我忙着的 哪有时间给你先吃 老板 其实你每天都挺辛苦的 不用为了我那么拼的 那我也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呀 哎呀 我自己有手有脚的 如果跟着你吃苦的话 我自己会跑 你有意思吗 今天我生日的 你不买礼物就算了 还说这种话 我本来就是要给你买生日礼物的 就是还差一点点钱 你想给我买什么礼物啊 老板 我给你买了个教室 走 谢谢老板 哈哈哈哈